Hello 大家好 我是香香 今天我要去拿一下保险 我的车子就是买了保险 8月份就买了 然后一直没有充足时间去拿保险单 现在去拿一下 然后我的车子刚好买了整整两年了 车子的年减标要去换 顺便也去换一下 走了 出发了 已经到了拿保险的地方了 然后去拿一下 我这个保险就是今年买的比去年还贵一些 去年买的3000块 今年买的那个3080还拖80块钱 按理来说就是这个保险应该是越来越便宜的 因为今年的房间比较低嘛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说是要3600呢 我找了差不多有18个就是做保险的朋友吧 才这个价格买到的 真的是不容易 赶紧去吧 现在去拿这个保险单 保险单我拿到了 我这个车子是前一年就是刚发售的时候就买了 当时买的时候花了18万年 买的最高的那个旗舰版的 所以有一点小贵 然后当时是代款买的 就是首付付了十多万吧 然后剩下的钱就是按揭了两年 每个月还款大概3000多块钱 现在就是刚好9月份到期了嘛 然后我的代款也还完了 感觉轻松了好多 我现在去拿那个年轻标签 车管所已经到了 好多人啊 我还要去排队 要赶紧走 东西拿到了 就这么个东西 花了我一个小时在这里 我赶紧去贴上吧 然后再去吃饭 我肚子都饿了 我已经把这个标签贴好了 然后之前忘记说了 我这个车是个国产的车 V5S 当时它发售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车型特别好看 然后我是颜值扣码 当时就买了这辆车 两年开下来 我觉得性能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可以支持我们国产的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好乐呀 拜拜 拜拜